我從他一上任 我就柯黑他 我就說我要把柯文哲 從神壇上請下來 新年快樂 心想不成 心裡想什麼最好不要成 除了我們台灣就糟了 嚇死了 市長啊 你必須看過我們市民 那我怎麼也在看你呢 從早到大人家就 我綽號 王世堅 藕阿堅 王世堅 藕阿堅 所以我們可能是 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他柯 就是要被我 柯市府團隊羅斯松啊 哪個是小丑吧 這才是小丑吧 這是市長該做的嗎 我只是 質詢監督兇一點嘛 他是被上身的時候 他才 那大概跟我一樣 我是 我才變得兇惡 我相信市民在看到 柯市長種種荒誕的行徑 心裡的憤怒會跟我是一樣的 要求我跟林志先道歉 never overmine that body 有這麼扯的事情 該被檢討 該被調查的人 他們就閉嘴 點點 你不敢亮出來 你就乖乖 閃到一邊去當 柯市長 你已經是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 我們國家 頭號的 禍害了 柯文哲最沒資格講什麼網軍啊 你是網軍之父耶 這個就是 柯文哲典型的 網路現世報 我不相信 一個 毫無中心思想 沒有核心價值的柯文哲 他敢引用 這麼正義凜然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靈魂迷失的傢伙啦 就是 兩個字假掰嘛 根據搭渡輪去好了啊 這些其實都不是值錢的東西 但是這個意境 意境是很好的意境 我對市政準備研究很多啦 那對柯文哲的話其實不必 信手你來 我當天就看這樣 有什麼工具我就送他什麼 這是稻草人嘛 不好意思這個才掉下來了 太棒了 要不要 我們這個木馬 雖然我很驚心 農華在哪裡啊 送喜以後 有槍放在我服務處 明明送的時候新鮮的嘛 十天以後送來是有一點 汗的味道 那當天他一進來我是嚇到嘛 但是我也很有風度 我個人對柯文哲 沒有什麼私人恩怨 也沒有什麼好和解的嘛 我頭一次跟高師長握手 握完手以後 我想尿尿 是不是 你小心死亡之窩 我跟你講 我走的道路 一向都比較遙遠 比較孤獨的路啦 我就是打馬 屠龍 現在抓寶 我 監督他 又吃他的橘子 會拉肚子 所以我沒有吃 即便跟前任分手 你也是把東西就是丟掉 我沒看到頂多燒掉嘛 怎麼會說把前任的東西 要拿來拍賣 他們民眾黨有這麼缺錢嗎 這個叫 五個字啦 真心犯絕情 突然間說 不拍賣啦 嘎然而止後 我說我有點嚇一跳 很高興看到說柯市長 總算 踩了煞車後 實際上 不泰國 不泰國 失敗 有 不泰國 你 不泰國 不泰國 有 不泰國 還有 不泰國